Hello 大家好 在今天的Premiere Pro教學 我打算來聊一下在影片後製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教設與調色 教設的目的是要讓影片能夠正確地還原相機所捕捉到的色彩 修正的重點包含了影片的曝光、對比和擺平衡 至於調色則是比較偏向個人直觀和藝術創作的領域 它的目的是透過色調的調整 帶給觀眾一種心理感受和氛圍 如果你要配合今天的教學步驟一同練習的話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欄下載今天的練習檔案 並且將裡面編號01到08的視訊檔拖移到Premiere Pro的時間軸 在進行影片教設之前 我們首先得開啟兩個重要的工具面板 第一是位於視窗選單底下的Rumetri Color 它是一套完整且功能強大的調色工具 其次是底下的Rumetri Scope 這個面板包含了幾個可用於校色的圖表 依據每個人的偏好和校色流程不同 我們可以在面板內透過滑鼠右鍵 選擇要顯示的圖表類型 而今天我打算要介紹的兩個圖表 分別是Vectorscope向量式波圖和 Waveform波形圖 波形圖本身又有幾種不同的顯示模式 在此我打開右鍵選單 將它的顯示模式從RGB改成Luma亮度模式 就如同Luma這個字本身的意義 波形圖主要的用途是顯示影片的亮度分布 在它的重坐標中0代表黑色 而100代表白色 超出這兩個數值的影像會被壓縮成黑白兩色 而導致影像細節的遺失 這是我們在調整亮度時所要避免發生的情形 至於波形圖的橫坐標 則直接對應了影片的左右位置 譬如我以時間軸最右邊的這個片段為例 畫面中有五個深淺不同的灰色長條 剛好對應到波形圖的五條白線 而最左邊的小方塊 則是位於圖表左側的中央 你會發現當影片開始播放時 小方塊的移動軌跡也會同步顯示在波形圖上 但是當小方塊轉而向上移動的時候 這條白線卻停留在原地 所以波形圖的橫坐標 雖然代表了影片的左和右 但是重坐標卻與影片的上下沒有任何的關係 而單純只是用來呈現影像亮度的分布 對於波形圖有了一些基本概念之後 我們再來看另一個重要的校色工具 Vectorscope向量式波圖 這個圖表的主要功能 是用來呈現影像中的色彩資訊 周圍的六個方塊分別代表了不同的色彩分布 如果影片中的顏色變得越飽和鮮豔 則圖表中的白點會越偏向外圍 而且當影像中的色調開始變換時 白點也會轉動對應到不同的方向 最後當影片的色彩又回到中性的灰階時 白點的分布也會集中到四波圖的中心 OK 接下來我們就用實際的範例 來做影片校色和調色的練習 我將播放頭先拉回到影片的開始 並且將左上角的圖表切換為波形圖 Premiere Pro中最常被用來校色的工具 是右側這一排控制感 最上面的Exposure曝光和Contrast對比 對於大家來說應該不陌生 顧名思義就是用來調整影像的亮度和對比 而底下的四個滑感 如果將它們對應到波形圖上的話 大約像是這樣子的分布 也就是說黑點和白點所調整的是 影像中最暗和最亮的部分 而陰影和高光則是負責偏暗和偏亮的區域 以目前這個片段為例 當我在進行校色時 我首先會將黑點滑感向左拖曳 使影像中顏色最深的地方變得更暗 同時我會留意左側的波形圖 使白色的波形不要超過0這個界線 因為一旦超過的話 任何的色彩都會被壓縮成黑色 而造成圖像細節的流失 同樣的概念 對於影像中最亮的區域 我們可以將白點滑感向右拖曳 使波形圖向上擴展 但是不超過100這個0界值 一旦設定好黑白兩點在波形圖上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放心的繼續調整陰影和高光 使影像的層次與立體感能夠被烘托出來 最後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依據影像整體的感覺 針對曝光和對比做少許的微調與修正 在面板的上方有兩個可用來調色的滑感 可以使影片產生不同的色調 對著控制感連按兩下滑鼠左鍵 則可以重設滑感的數值 另外在左上角有一個可修正白平衡的低管工具 使用時我們可以先觀察畫面中 是否有中性色彩的物體 像是白色的衣服 灰色的牆面 或是有的攝影師會自備校色用的灰卡 然後使用低管 點擊這些中性色彩的物體 就可以立即修正畫面色偏的情形 而當影像的曝光和色彩都調校完成之後 我們最後可以將飽和度的滑感略為提高 使顏色變得更為生動鮮明 好 我們來比較一下校色前後的差異 這個是之前 這個是之後 OK 接著我們來看另一個常用於校色的功能 稱之為曲線工具 它的原理是將影像的明暗 分佈在中央這一條對角線 當我們將曲線向上拖曳時 可以增加畫面的亮度 反過來向下拖曳 則會使影像變暗 在圖表中雙擊滑鼠左鍵 則可以重設曲線 這裡我們可以仿照剛才的流程 配合波形圖來進行校色 我首先將曲線中的黑點向右拖曳 使波形圖的底部接近0這條基準線 然後再將頂端的白點向左拖曳 提升畫面的亮度 並且確保波形圖不超過100這個臨界值 至於位於曲線中央的高光和陰影區塊 我們也可以新增額外的節點 來微調畫面的亮度和對比 許多攝影玩家偏好使用曲線的原因 是因為曲線不但能修正影像的曝光 它同時也是一個強大的調色工具 以紅色曲線來說 如果我將它向上拖曳 則畫面會產生紅色的色調 反過來向下拖曳 則會產生紅色的互補色 也就是青色調的畫面 以此類推 當我將藍色曲線向上拖曳時 會使畫面變藍 向下則會產生黃色調的互補色 那麼問題來了 我們要如何透過曲線工具 來修正影像的白平衡呢? 有些人可能會嘗試用目測的方式 調整紅綠藍三條曲線 來移出畫面中的色偏 但這個並不是一個理想可靠的方式 原因在於我們的顯示器本身 如果沒有經過校色的話 有可能它所顯示的色彩 就已經存在了不同程度的誤差 另外我們人眼對於色彩的感知 也會因為環境光線的影響 而容易產生誤判 因此最保險的方式 是我們可以求助於一些儀器和工具的協助 像是我們稍找所提到的向量式波圖 不過由於目前畫面的組成相當複雜 裡面包含了人物、階梯、樹木等元素 因此現在很難對四波圖做出有意義的判讀 不過Premiere Pro有一個好用的工具 可以簡化目前的影像 也就是在上一集教學中所提到的遮罩 我將遮罩一到一塊只帶有中性色彩的區域 譬如旁邊的地磚 此時透過四波圖 我們會發現這塊看起來是灰色的地面 其實是帶有一些藍色的色偏 為了將這個色偏抵消掉 我切換到藍色曲線的介面 將曲線略為壓低 來將四波圖的白點推回到中央 當然我們也可以利用其他顏色的曲線 來進行微調 當白點不再偏向任何角度之後 我們就可以回到控制面板內 將遮罩按下Delete鍵刪除 完成了這個片段的擺平衡校正 不過這裡我們要記住一點 就是曲線工具的調色範圍影響的是整個畫面 如果今天我只打算調整部分區域的色彩 譬如讓葉子的顏色顯得更綠意盎然 那麼我們就得借助另一個叫做二級調色的工具 透過面板內的滴管 我們可以選取畫面中特定的色彩 像是葉子的綠色 如果要檢視以選取的範圍 我們可以啟用底下的灰色遮罩 很顯然的 目前我們只選取到一小部分的葉子 要擴展葉子的範圍 我們可以將飽和度和亮度的範圍加寬 至於底部的兩個滑桿 上面的Denoise 可以使選取邊緣變得更加平滑 而Brill模糊 則可以將選取區套用柔化的處理 選取範圍確立之後 我們就可以關閉遮罩 並且到攝像環內 選定一個要疊加的色彩 左側的滑桿 可以用來調整綠色的明亮度 而底部的Saturation滑桿 則可以修正綠色的飽和度 好 我們同樣來比較一下修改前後的差異 這個是之前 這個是之後 OK 無論你是採用哪一種校色工具 這些設定都可以輕鬆地複製到 其他類似場景的片段 省下我們逐一調教的麻煩 複製的方式是先針對來源片段 按下快速鍵Ctrl加C 然後使用滑鼠框選要套用設定的目標片段 點擊滑鼠右鍵 選擇貼上屬性 再按下OK 如此原本這些顏色灰蒙的片段 立即就變得光鮮亮麗了喔 當然有時針對個別的片段 我們可能仍必須做一些亮度和顏色上的修正 比如這裡我發現04和05這兩個片段的色調 有顯著的差異 感覺起來前面片段的顏色似乎有點偏藍 因此我再次叫出了白平衡的低管 點擊畫面中的白色外套來嘗試修正色偏 但是點擊過後整體的色調又似乎過於偏暖 因此當白平衡低管看似不能解決眼前的色偏問題時 我們不妨再次打開向量試波圖 並且重複先前的流程 利用遮罩工具狂選畫面裡因為中性色的物體 如此我們便可以從圖表中得知這件白色外套 的確是帶有一些暖色的色偏 於是我利用色溫滑感 將圖表中的白點推回到中央 就完成了白平衡的校正 向量試波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應用 就是它同時也可以用來調校人類的膚色 為了方便示範 我同樣先使用鋼筆工具 在畫面中狂選人物一部分的皮膚 在向量試波圖中 代表膚色的是這一條斜線 依據這個標準 我們目前所匡選的膚色實際上是略為偏紅 而要修正這個問題 我們除了可以使用剛才所介紹的二級調色之外 Premiere Pro在CC2019的更新中 更推出了一套全新的調色工具 稱之為色相飽和度曲線 操作時 我們首先要選擇一個適用的圖表 譬如色相對色相 可以將一個顏色變換成另一個顏色 以目前的膚色來說 我們可以啟用右上角的低管 點擊畫面中的皮膚 使圖表內的水平線 產生了一段選取範圍 此時 如果我們上下拖曳範圍中央的節點 就可以將這個色彩 對應到垂直軸線上的新色彩 因此透過這樣的操作 我們可以將試波圖中偏紅的膚色 推移到膚色線的位置 同樣的原理 如果我們想要修正膚色的飽和度 我們可以先找到色相對飽和度的圖表 然後同樣利用低管工具點擊皮膚 再去脫移裡面的控制點 來調整皮膚顏色的濃淡 如果調色的結果不盡理想 我們也可以隨時在空白處 雙擊滑鼠左鍵來進行重色 膚色修正完畢之後 我們就可以回到控制面板內 刪除皮膚上方的遮罩 並且順道比較一下邊修前後的差異 這個新曲線最強大之處 是它在變更物體顏色的表現上 不但操作簡單 效果也非常的好 舉例來說 如果我想要改變 左邊這位Apple的背心色彩 我只要使用色相對色相的低管 取得背心的藍色 然後再去拖曳圖表內的色相控制點 就可以輕鬆地達到變色的效果 不過這裡又帶出了一個新問題 就是畫面中右上角的衣服 此時同樣也受到了色相曲線的影響 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按住Alt鍵不放 將這個片段向上複製一份 並且關閉原有的曲線功能 來還原衣服的色彩 接著我將上方的片段選取起來 到控制面板內 啟用鋼筆工具 來在Apple的周圍建立一個遮罩 如此色相曲線 就只會影響到Apple的背心 而不會變動到後面衣服的色彩囉 OK 完成了校色這個重要的步驟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來談談影像的調色 相對於校色的客觀嚴謹 調色就比較偏向個人的主觀意識 和藝術風格 例如有些人喜歡使用曲線工具 並且參考色彩學的配色理論來進行調色 像是替陰影添加冷色系的藍色調 再將亮部配合互補的暖色系色彩 事實上如果你手上剛好有一些可用來參照的調色範例 你不妨將這些片段 直接拉到Premiere Pro的時間軸 接著我在專案面板內 新增一個調整圖層 將它拉到第三個視訊軌 長度與影片相等 再到右側的面板內 打開攝像環對應的面板 Premiere Pro提供了一個很方便的色彩自動匹配的功能 使用時我們可以先打開對照視窗 然後透過時間滑桿 將左欄調到要參照的畫面 再按下套用按鈕 如此所有位於調整圖層之下的片段 他們的色調就會變得跟參照來源影片相同 我們甚至也可以繼續在這個基礎之上 再加上自己對於調色的想法 像是加強陰影的綠色調 或是提高亮部的橘色調等 當調整完畢之後 我們就可以關閉對照視窗的功能 並且將參照來源片段按下Delete鍵刪除 如果事後覺得不滿意調色的結果 我們也可以隨時到右上角 將調整圖層的設定還原為預設值 除了使用色彩匹配的功能之外 另一個廣受歡迎的調色方式 就是使用所謂的Lux調色檔 它就像平常我們使用手機拍照時所使用的濾鏡 藉由左右兩側的瀏覽按鈕 我們可以尋找自己喜歡的調色 決定要套用的話 只要點擊底下的調色檔名稱就OK了 Premiere Pro在底下 也提供了幾個常見的設定滑桿 像是濾鏡的強度 吞色效果 影像的銳利度 以及可以保護膚色的飽和度等 網路上也有許多免費和付費的Lux調色檔 可供我們下載使用 如果要將它們載入到Premiere Pro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打開上面的下拉選單 選擇瀏覽來點擊下載好的調色檔就OK了 最後我打算替這個短片做一些細節的論勢 首先我到最底下的面板替影片加上一些暗角效果 然後我從網路上下載了一個免費的漏光素材 將它拖曳到最後兩個片段之間 此時漏光素材會遮蔽住底下的影片 因此我到控制面板內 將它的混色模式設為Screen 來過濾掉素材內的黑色 至於影片的結尾 我則是利用快速鍵Ctrl加D 套用了一個預設的淡出轉場效果 下一步我拉了一個電影黑邊的圖片 到時間軸的最上層 並且將它的長度延伸到影片的結束 同時我配合黑邊的寬度 使用控制面板來修正每一個片段的垂直坐標 至於影片的開頭 我則是從Essential Graphics面板內 拖曳的一個標題範本 標題的位置我放到畫面的正中央 文字的內容我將它修改為高雄市文化中心的英文 最後我再從今天的練習檔資料夾內 拉入一手從網路上下載的免費配樂 如此我們就可以準備來欣賞 今天辛苦的練習成果囉 OK 那今天Premiere Pro教學 我們就聊到這裡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拜拜